轮胎是不是 我前两天把大沟整出来以后 发现有一个轮胎没有气了 好像是刮到了马路牙子怎么样 就直接就裂了 原来这个备胎也有点问题 所以我就换了一对一对登录谱 对 OK 谢谢 好 拜拜 来 朋友们 今天冒个泡 上午收到了轮胎 等一会儿就把这个轮胎安上 然后呢 这几天都非常非常的悠闲 这就是生活 不拿摄像机的时候就是生活 看一下 看一下最近的修车店 轮胎这个味道好大呀 太呛人了 开点窗户吧 江南太赶了 刚刚我看了一下那个湿度 百分之四十几 天呐太赶了 干燥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这个笑 竟笑起来都很累 那还有一个充电位 那还有一个充电位 等一下去泡完轮胎把这个大炮充充电 哎呀这个小区住着确实挺舒服的 还有充电桩是吧 水呢很容易解决 再舒服也待不住了 就是 出去玩一阵呢想回家 在家呃呃 我大钩这个图挂钩我还没陷 醉心不死是吧 这个新轮胎真好看 这个太难看了 要不就给它全换了吧 但是才开4万多公里 这轮胎就换有点浪费了 来 朋友们 上午好 终于又要出发了 来 我现在把大钩放到地库里 等一下把这个大钩的钥匙扔在小花这里 万一哪一天想在广东用我的大钩的话 就找拖运公司给它运过去 好 出发了 好 出发了 又出发了 好 行礼程 哦 又四个小时呢 四个小时呢 来 朋友们 我等一下出发全岛屋 找阿琴去玩玩 阿琴买了几套房子 然后再装修 去参观一下 阿琴说让我去监工一下 那据我所知 在小区里 我已经知道有三个网友了 就认识我的 哈哈哈哈 嗯 见到过一个 还有另外两个呢 是在留言区里知道的 就是她知道 跟我是一个小区域朋友们 哈哈 我是自投罗网 走路 出发路 小花在这里留守吧 留守儿童 哈哈 其实她这个年纪 肯定喜欢一个人生活 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江南这个温差挺大的 你看白天还挺热哈 穿着有点热 但是晚上又很冷 晚上很能穿羽绒服也可以 温差挺大 自驾游呢 你出发的时候 和回家的时候 都很开心 对吧 你在家带腻了呢 出发的时候就挺开心 然后在外边玩累了 想回家了 也挺开心 一种时空交错的 带来的新鲜感 对 有意思 好玩 那最近有好多车展 有上海的车展 还有杭州的车展 还有可能 接下来还有北京的车展 我忽然就觉得呢 一放开了以后 对于房车好像 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本来今年呢 是想换房车的 换个C型啊 或者怎么样 是不是都体验一下啊 这一放开了 这一放开了我就觉得 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是吧 出国呀什么的 所以这个大炮先用的吧 刚出来 第一个服务区 城湖 看时间要吃饭了 12点了 吃个饭 睡个午觉 下午继续出发 哎呀 只要一出来 看服务区都亲切 哈哈 哎 西娃姐姐你好 哈哈哈 你好 喂 你妈妈可能跟你说过这个事了 就是这个红酒销售的事 你现在什么渠道销售呢 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车里温度28度了 天哪 但是晚上还是挺冷的 出发 这个沟通好了 所以我在广东待了这么多年 我做事的方式非常简单 把事儿谈好 这个盈利点分好 就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这路上的感觉真好 德青服务区挺好车唱唱歌 然后吃点包苹果 冻干了 这里边有苹果桑胜桂园 还有陈皮 还有藏红花 你放了点桂园以后呢 就是自然的甜味 你路边开车边玩 边吃边唱歌 所以就不会觉得很闷 那就这样吧 让它去吧去吧 飞到哪儿 就落在哪儿 那就继续吧 继续飘呀 飘呀 飘到哪儿 哪儿就是家 我 废训呀 都愿意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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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爱你 感谢观看